欢迎来到新星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优酷九部现代剧代播 任嘉伦新剧要上星 幸福到万家月底开播 近段时间 优酷凭借着任嘉伦和迪丽热巴主演的与君出相识 和恰似不仁归赚足了热度 创下了近年来的热度新高 酷开心的像个孩子 营业不停歇 或许是受到了热剧的影响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优酷平台下一季度的片单 说时迟那时快 优酷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 便晒出了自家第二季度的片单 其中光是现代剧就有九部 九部代播剧各有各的亮点 题材丰富 剧情新颖 期待直爆棚 赵丽颖刘薇罗进幸福到万家 终于有了最新的动态 前几日赵丽颖工作室 晒出了几张录音的工作图 大家纷纷猜测是为了幸福到万家补录音 如今幸福到万家 又被优酷官方放出了招商简介 简介上赫然写着播出时间 暂定2022年4月29日起 由此一来幸福到万家的播出时间 基本上确定了 此前该剧还被纳入了央视的片单中 后来因为排期的问题没能够谈拢 目前有传言该剧将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双星播出 如果这消息是真的 那么赵丽颖将成为85花中第一位双星播新剧的 张艺王俊台主演的悬疑剧《重生之门》目前已经过审 预计4月底上线 目前已到4月中旬 想必这部剧很快就要上线了 否则又不知道要排期到什么时候 在一众带播悬疑剧当中 张艺主演的这部剧集算是期待值比较高的 毕竟是影帝出马 号召力一定不会差的 剧集将讲述反倒默契搭档 不小心进入了坏人的谜局中 然后斗智斗勇破解一团 寻找重生之门的故事 任嘉伦陈晓云蓝面突击 也频频被转将在4月16日上兴江苏卫视 但是距离开播日越来越近 粉丝们的心也是越来越胶着 任嘉伦此次在新剧中的表现相当不错 既周生如故后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演技 而对于他本人来讲已然是非常知足的了 而且 后续将播出的这部消防题材新剧 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 对于演员拓宽细路或转型非常友好 除了以上三部已经传出上线时间的剧集外 还有六部带播剧也牵动着网友们的小心脏 譬如陈晓王一波冰与火 这部剧虽然确定会在2022年上兴湖南卫视 但是迟迟没有定档的消息传出 让粉丝们等得很焦虑 林更新谈松韵主演的《请教我总监》 下雨罗尽焦俊燕亭外 成亦美张与西南风之我意 三部剧集目前也都是待定的状态 此外 孙千良靖康你好我的橘子恋人 和张耀汤敏鹏楚越法医秦明 《知读心术》也出现在了第二季度片当中 但却没有太多上线的消息 即便是被感期待的《冰与火》等剧集暂未上线 但是接下来要播出的《幸福到万家》 《蓝燕突击》等剧集都是妥妥的好剧 很好奇下一部爆款剧《绘花落谁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